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应 我今见闻得寿词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看一下七十二月 讲到三种心 真上身心 出离心和普遍心 现在讲这三种 依下能起上 依上能设下 随机五三义归其为一道 这里有分所谓的上四道 中四道 下四道 下是五圣共法 上是大乘 中是三乘 那依这三种 三种这个皆次 但是上下是连贯的 所以他说佛法虽有下 中 上 法 分别 但从究竟的意义 一切无非成佛之道的立场来说 这不是独立的 不相关的 而有着相依相色的内在关系 那我们讲戒定会其实也是这样 讲八正道也是这样 其实都互相有相依相色的关系存在 像这个图 他画这个图 大乘法 三乘 五乘 五乘是根基 介石上 三乘 然后进一步解脱 大乘 陈佛 赐利利他 那这一个三层的高堂 由底层到最高层 有着相依相色的关系 从相依来说 依底层为基础才能建立中层 依下层跟中层 两个为基础才能建立上层 所以学大乘法并不是不需要我界史上 不需要这个出离心 是要的 是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所以并不是早期 中国佛教里面讲 这个法八经是大乘法 所以专心学大乘就好 不用学小乘 并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要由中下层为基础 才能建立上层 如一心想建最上层 而不从下层中层建计 那一定是脱空妄想 永不成就 就好像这个百育经里面有一个 他只想盖二楼 但是有的人来 跟他盖房子的人先盖了一楼 他就说我不是要盖一楼 我要盖二楼 所以我知道了 但是二楼又从一楼开始盖 他说我不要一楼 我只要二楼 那你盖一楼太浪费了 我只要二楼就好 二楼没有办法 空中伸出二楼 要从一楼开始盖 所以假设 你要三楼 你一楼二楼不盖 你直接盖三楼怎么盖 那也要有准时啊 所以永不成就 这样在佛法的三类中也是 一下四法能起中四法 那么一中四法能起上四法 正如荣述菩萨说 以得真上真 见得决定胜 那么我们说过 一顿导师的佛法概略 他有参考 这个中克巴的普林道次第广问 那么这里是广问里面 引用所谓龙门菩萨 那龙门菩萨是不是就是龙素菩萨 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这个是龙门菩萨讲的 先真上身法 然后决定胜后起 以得真上身 见得决定胜 他是这样 他原文是这样 是引用后面两句 这个是广问里面 引用龙门菩萨 广问就是菩提道次第广问 他引用龙门菩萨 那么有的人说 他就是龙素菩萨 老师说 这个就是龙素菩萨 他说先 阿含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 先真上身法 决定胜后起 合比 武监攻 以得而政上身 你得而政上身 见得而决定胜 启 那么导师上面有解释 什么是决定胜 就是终上的就近解脱法 就是你先要有五戒十三 仁天法做基权 然后才得出药法 就是处理三件解脱的乳法 这个在阿安静里面 就是端正法跟什么 正法药就是出药法 端正法跟出药法 阿安静是说 先说端正法后说正法药 是这么说的 如果阿安静先说端正法后说正法药 如果一个阿安静来讲 先说端正法后说正法药 这是诸佛藏法后面也会有 那么他说这一个赤地本是阿含经中所受 那么在长阿安 在中阿安 在你都阿安里面都打到这样 那中阿安里面有讲到 有一天佛看到瑜伽长者 那个时候他还没学佛 瑜伽长者很有名 瑜伽长者就有名 那这一个他旁边有很多他的这一些太太啊 妻妾这一些一群人 只有他一个男的然后一群女人就围着他 然后出去喝酒唱歌跳舞这样 那佛陀看见这个瑜伽长者 瑜伽长者 怒化了十七大 然后出去为他说法 那佛的下门庄友 那这个瑜伽长者本来喝醉了 喝个醉醉 看到佛忽然间挺不醒了 那醒了之后 然后就听佛说法 那佛就先跟他讲 故事 持见 圣天之道 所以瑜伽长者听得非常烦恃 那佛陀观察 这个瑜伽长者听到这个法的时候 能够射受 心柔软 而且对佛法没有怀疑 然后再继续为他说 正法要苦 极 面 道 这个瑜伽长者就证了三位 也是这个次定 那么这不是瑜伽长者这样的 否则阿含经里面 其他的这个趋势 开始也都是宣说端正法 所谓端正法就是五戒十三 那以这个为基础 所以这个是阿含经说的诸佛常法 这里面就有讲到所谓诸佛常法 就是所有的佛基本上都是这样 入座正法 这样诸佛常法 提婆菩萨也说 先遮止非福 中间破除我 破断一切剑 若知为善巧 这里的遮非福就是离恶行善的下世法 破我就是无我解脱的中世法 断一切剑 尽一切剑论的善世法 能知道这一个先后事实 才能与一切佛法得善巧 所以提婆菩萨又说 正等觉说此 方便如梯极 正等觉就是佛说这种方便的 这个也是引这个菩提道世界广泰 现在讲这个提婆 提婆是这一个荣树菩萨的徒弟 他基本上就是他做的都是所谓 论破外道 百论 赤百论 广百论 百字论 都是这个 一般大圣里面开始 但是他心里面说法令 法令之后荣树 荣树之后提婆 所以荣树提婆经常是一起放在一起的 像中关 就是荣树提婆一种 荣树是专门在产阳中道的理论 提婆就比较着重在破斥外道的理论 因为他常常破斥外道 后来因为他常常破斥外道 因为他常常破斥利论 就是比如说提婆会就有名的三论 佛是养族尊 法是离异尊 身是重中尊 用这个三个论题来跟外道辩论 他有一个条件 要求就是印度人都是这样 印度人辩论就是这样 印度的辩论一直都有发展 佛灭后发展也有点快 后来形成所谓的邏輯 英明 早期就这样 佛灭后这种英明 甚至维持都把英明纳进去 变成佛法里面很重要 必须要学的 就是西方的逻辑 逻辑 那中国也有 中国辩论比较 就是比较擅长辩论在什么时候 在魏晋的时候 魏晋南北朝的魏晋 那个时候强调所谓的轻辩 就是轻谈 轻谈思辨 不讲这些人间这些文化事 生存的这些事 就是重变论 就在那个时代 印度是很早期就重变论 佛灭变论的风气更深 有种外道 有种邪见经常在变 中方维世也常常在变 所以那个藏传的变基因是这样 藏传变基因基本上就是 承洗后起佛教的中方维世的变论 因为藏传 藏传的变经基本上 因为藏传佛教 我们南传北传藏传 南传佛教就是斯里兰卡 巴尼文这些系统的 基本上是早期的佛教国 早期的啦 北传的 汉传的佛教 基本上是中企的佛教 就是波罗金正代 藏传的佛教 它就是后期的佛教 后期的佛教就是后期的中方的是这个 然后还有密教这个 这个是比较多 后期佛教就中变论 维世到后来也要把英明拉进去 就中罗金水就变论 西藏曾经这一段传统 所以他们都有变见 变经系统就是佛法要变 那佛地址里面 佛地址里面比较会变的大概就几个 就是比如说舍利龙 加三连 富龙大概这几个 所以他们都有更点流产下来 但是也没有像后代这样变 还有三姿 还有五姿 就是类似像 他变论有一套方法 那我们说到这个提搏 他很会变 那印度人是这样的 当时就是佛灭后 去提搏那个时候 其实佛陀时代也有很多变 但是他们变论多 像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去印度先跟小胜变 先跟印度那些小胜变 利润先变 然后再跟外道变 很遗憾 因为他是代表大胜气的嘛 所以后来印度都没有人 小胜大胜没有人变得过他 后来把他变作大胜天了 那玄奘气也是跟个变 也是跟个变 把他的利润有变领我的 但是他们都赌得很大 就是变出的人只有几个选择 三个选择 一个 砍头 就不要留在这个世界 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你要离开这个地方 不要在这里出现 都不会很大 第三个 你就是换掉你的身份 本来比如说你是佛教的 你变出道教的 那你就不可以再学过来 因为你这个思想不对 所以你要去掉你的心 你不可以再批着佛教的意义 如果你是道教的 你就不可以批着道教的意义 但是佛教道教只有在中国也有变 在元朝的时候变得更厉害 在元朝的时候变得更厉害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少林寺的那个福利材质 跟道教的那个代表 也很有变 后来道教变书 后来变书之后也就把那个老子化无尽 全部拿出来烧掉 老子化无尽就是说 这个老子是佛的老师 都是说老子到了印度做佛 所以老子才是佛教 在佛教上面是佛教的祖宗 就是像这样 这个本来是伪经 它就变了 印度 印度辩论的风气也很新盛 佛灭后辩论更新盛 中方文师那就不用讲 变得很厉害 佛教跟外道变 佛教大圣跟小圣变 小圣跟小圣变 布派跟布派之间也变 所以你看那些大理伯造的那个变得更厉害 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说他辩论基本上就毒很大 要不你变输了 你就杀倒谢罪 你就不要在这个世界上了 第二个 你离开这个地方 你不要在这里出现了 第三个 你不能再坚持你的信 你要做我的弟子 变输了就做他的弟子 提伯跟人家变也是这样 提伯是独眼龙 就是他是没有眼睛的 他听说没有眼睛是因为他看到那个神 他把那个神的眼睛挖掉 结果他挖一颗眼睛还那个神 所以他就那个神像的眼睛他把他挖掉 后来他挖一个眼睛还那个神 所以他就变成独眼的 外道有一个独眼的 中国有一个独弊的 恶主神光独弊的 没有一条神变 他跟人家辩论他都是三个论题 变佛法圣 三宝是世界最殊胜的 是所有一切神一切人中最尊胜的 变看看为什么殊胜看 你说你的饭天多殊胜 你说你的神多殊胜 你说你的什么样 佛法这个法是所有一切理论里面最远备 最究竟 最彻底的 大家可以看看 佛教的僧团 依着佛修行的弟子 是所有的沙门团 佛罗门团里面不管是你是什么团 是里面最亲近 最究竟的 要不要再变 他的问题就三宝而已 所有的人都变出他 但是他变的条件就只有一个 如果你不法变 变出了你就做我的弟子 变出了你就做我的弟子 他也不要你死 也不要你离开 你就做我的弟子 你道理不对 那你既然是追求真理的 追求信仰的 那要信仰那个真实的 对不对 气麻丹天 既然知道这个比较没价值 这个比较有价值 当然取比较有价值的 所以很多佛罗门跟他变 都变出 所以就很多 那其他的佛罗门就很气 那你说我的师父军律变 结果输了 我的师父变成你的徒弟 所以那一些原来佛罗门弟子都很气 都想怎么样 想杀死他 那你看那个很会折服佛罗门的 后来都被折服外道的都被外道守杀 包括谁 包括穆建炎 穆建炎不是跟人家变 穆建炎是跟神通降伏外道 那很多外道都遇到穆建炎都输他都没办法 所以很多外道都很气穆建炎 他专门降伏外道 舍利佛专门教化这些佛罗门子 就也有穆建炎也有交往日子 但是他比较很多 因为他神通比喻 然后比神通比不够穆建炎 所以很多外道都很气净的穆建炎 所以外道一直刺激要 报复穆建炎要打死穆建炎 那有一次 那每次也打不死他 他有一次要打他的时候 穆建炎神通会不死 来看我就被打死了 打到没有死了 回去就 所以说不要忽略吧 就是因为这样 不要再打 全身身体都快烂药了 穆建炎也是因为 降伏外套被外套打死 提婆也是 提婆降伏外套 很多外套都变速他 变速他 很多活动本 很多外套都热到他肚子 那其他没有的 他就 好厌在心 所以大家都结集起来 很多外套结集起来 事迹在他走过那条路上 就 杀他 拿刀杀他 那杀他还没杀死的时候 他知道 他就跟他讲 你现在我房子里面 他也没有想到这些外套会杀他 房子里面有东西 你拿了赶快走 不要被追到 因为你被追到 你一定要被杀死 穆建炎被杀的时候 然后他 那个 那个 佛王的身心 因为应该是 阿者世王 不是阿者世王 不是阿者世王 是 是 不胜利王的样子 非常身心 就要把这一些外套 全部装起来猝死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木剑人还没死的时候 用神通会回来 跟佛头告叫 就是要路面 因为他这个身体 这样 他用路面 然后 佛头知道 损许他路面 后来 木剑人 舍利火也可以只要路面 这种这些路面 就是因为这样的 这个 佛尼王知道 非常生气 然后最后把这些 那佛尼王是佛丁斯 这蛇利 木剑人都很尊敌 要把这些外套 全部抓起来 去死 那个 木剑人 赶快跟他们说 赶快跟国王讲 你不要处理这些 就是 劝 劝这个佛尼王 不要因为这样 照这个杀验 阿者 佛尼王下面做 那 这个 应该是佛尼王 如果我没有技巧的话 那也有可能是 佛尼王 他就知道 反正就是 那个时候的国王 后来 后来 这个 外套就没有被 被抓起来 被除掉 提婆也类似像这样子 提婆 被杀之后 他赶快跟杀他的那些人说 你赶快走 不要留在这里 而且也劝 那么 他的弟子 他们弟子后来赶 过来 过来知道这样 他跟他讲 你们不要报仇 因为这样 他弟子才没有去追 找这些外套 然后报仇 才没有 这个故事 类似的就是 有一个跟 陆建林的故事差不多 有点像 那这是提婆 提婆最主要的就是 他上场辩论 而且很多外套都变出来 所以外套很期待 这提婆 提婆的论也不好谷就是了 我们常常讲三论 中文百论 十二门论 八字读论 也像这样 提婆就是变面的技巧多 所以他的 他的著作工具大概有个百论 广百论 广百论 四百论 百论 百论 也就像这边 好 我们再看 从相色来说 就是 这个大秤 三秤 五秤 相依相色 从三层塔的建立 有中层就有下层 有最上层一定有中下层 一定是这样 所以在佛法中依上次法 仍涉得中下次法 有一些人其实不知道 像以前我留在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他就觉得 五届十善 五届十善不必要修 我们是修大乘的 我们要直接修大乘法 不是 因为那时候我们上那个十善业道经 十善业道经就基础了 十善法 我们要修 要修那个最高的大乘法 修 这个做什么 学这个做什么 他说不是 十善 十善 十善不是只是人天法 你以菩提心来修十善 你以菩提心来修十善 你就是大乘法 其实是这样的 前面也有讲 你用菩提心来修什么法 他就是大乘 你用初离心来修什么法 那个就是三乘 你用真上身心来修什么法 那个就是五乘 那就是人天乘 并不是法的问题 是心的问题 大乘法六度波罗命 第一个是什么 布施 那不就是十善法里面的吗 第二个是什么 持戒 那个不就是十善法里面的吗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 那个是小乘 那个是人天法 不是 大乘法不离开这些人天法 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看起来很明白 但是有一些人也不知道 那个小乘法 那个是人天法 不是的 我们来一下看 所以大乘上乘也是舍德 也是舍德 中下士法 上士法是中下士法 一中士法一定能舍下士法 所以那大乘是不够的 所以你解脱 你出一心 你就不一定是成功的 如果你是真上身心 你就不一定是要出一心 你就不一定要出三界 但是上面的一定设着下面的 下面的一定能够通上面的 但是你在这个基础上 你可以往上 一定可以往上 因为上面还有 你不爬你就留在这里 你在一楼 你从三楼一定要经过一楼二楼 但是你如果在一楼 你一定可以往上爬到三楼 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基础是在讲这个道理 依下人起上 依上人设下 是这样的 好 所以 他说 依上士法人设得中下士法 依中士法一定人设得下士法 如法伐经说 二称为三百游行 大称为五百游行 就两百 三百到五百 五百一定要经过三百 一定是这样 五百游行中就含着三百游行 三百游行就是五百游行的终战 这一相色的见地为灌色一切佛法 善较一切佛法所必须 那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 法伐经就是唯一大称 唯一大称 五二无三 说有二称有三称 那个是方便说 所以法伐经是这样的 法伐经是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一条路 这个是三百游到大称五百游 五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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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 其实会变长 他只是想三百游到大称 从 其实从 从生文到 到这 这里是 这里是 这里是人天称 当然你可以 这样讲 这个是人 这个是天 人跟天其实不太一样 但是人跟天相性 人称天称 人 天 这是生文圆寫 生文圆寫其实都是解脱的 这是 生文圆寫过来就是菩萨 这是佛 佛证 叫菩萨证 菩萨道 解脱道 人天道 就是这样 好 这里是五百 那你五百一定要经过三百 那这里是 从 这里 比如说这里是两百 就这样来讲 然后你就这样修 这样修 这样修 这个是法华经 唯一大称 这个是终点 而且一定会走到终点 你在这里会停留一下子 但是你一定会回小向他 一定会再在这里 你不会一直停在这里 不会 这个是法华经的关系 唯一大称 一定会成功 那波罗经不是这样讲 波罗经不是这样讲 如果是波罗经 波罗经是 这个是人 要修行 这边是往天 然后到这里是生文圆寫 生文 比如说到这里 到这里 到这里 这里是生文圆寫 二称 这里是二称 到这里就有一条路 你开始修行就有分量的 这个是解脱道 这个是菩萨道 这个是发出离心 发出离心就走这条路 那你发菩提心就走这条路 就菩萨道 这个是 这个是出离心 修解脱道 那菩提心就修佛道 到这里 到这里 成佛 你到了这里 这里跟这里没有路 你也没办法退回去 所以你到这里 就只能到这里 你到不了这里 所以波罗经叫 阿罗安的 得解 或者叫做什么 焦亚拜种 他就叫焦亚拜种 焦亚拜种就是 你这个种 没有办法再长成菩提 没办法 所以你一定要在这里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那你一旦正路实际 一旦正路实际 就没有办法 那你如果在这里 这个人再往后退 下三二道 到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起来 还是可以成佛 但是你一旦造了这里 这里到这里没有路 也没有办法退回去 因为他已经出三戒 就没有办法 你出三戒 就没有办法 在这里修 在这边修 然后在这边 然后开始修 发菩提心 所以你到这里的时候 如果要正路的时候 你在这里就要发菩提心 在这里就要发菩提心 要修 那你如果到这里的时候 要走这里 或走这里 你如果在这里有境界的时候 你要忍而不正 就叫做无声法忍 忍而不正 你看 这个路是比较好 这个路是比较崎岖 这条路崎岖很长很难走 这条是大马路 比较宽比较广 好像前面不远就到了 就比如说这里 你很口渴来讲 这里有一个水 这里有水 有一口井 你只要到这里 你就可以解决你的口渴 可是你跟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湖 你是口井的 有一个湖 湖水更多 但是要走比较远 路比较难走 你到这里要忍而不正 无声法忍要忍而不正 要忍而不正 你要忍住 你不要正入实际 坚决走这一条 你就可以成果 这个是波仁星的说法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 娃娃君里面 你到这里没关系 他是不一样 你到这里没关系 你到这里 只要再回小向大就好了 所以舍异佛 这个 听娃娃君说 他回小向大就好了 再继续走两百里就好了 再继续走两百里就好了 你正身闻也没关系 会回小向大 这个没办法回小向大 这个是娇雅拜祥 没办法回小向大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呢 所以当然跟时代的音源没关系 那个时候就是声闻 批判这个大圣 大圣当然也没办什么 他认为你说的根本不是佛法 即使到说在南边朝 也有这种观念 那这个是我们稍微知道的 那这里是依法法前者来讲 就是三百里五百里 这种观念 所以有一天我如果看到波仁 我们和波仁星 波仁星里面讲到这个 不要压力 跟火花族讲的不一样 那变成交友要拜祥 不是可以回小向大 火花族市场可以回小向大 那么这个存口之道 也是大概依这个道理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三百里五百里 我们讲三百里五百里 这比较容易 那么这一个相色的见地 为贯色一切佛法 善巧一切佛法所必须 太虚大师称下四瓦为五称过法 五称 明称天称 声文圆卷佛 这五称 中四瓦为三称过法 三称 声文圆卷佛 三称 中科巴大师的普提道 刺激广论 称下四瓦为共下四道 中四瓦为共中四道 有一个共 这一个共字就是汉藏智者 不谋而合的政见 也就是相依相色的标志 所以这个导师就叫三称共法 五称共法 大称共法 就取这个共 所以为什么叫做成本之道 有三称共法 有五称共法 有大称不共 主要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些基础是共同的 那这个上四中四下四 你如果稍微读过道家的道德经 他也是这样 他也是分这个三四 他是说上四文道情而也行之 中四文道若存若枉 下四文道大孝之 不孝不足以为道 他意思是说 这人有分三道 最上等的人闻到这个道理真理 他就努力去寻求这个真理 复得这个真理 修行这个道理 修行这个道德 具备这个道德 中等的人听到这个道理 是好像相信 但是又不太相信 是懂非懂 好像有一点道理 但是又不是怎么知道 所以他也不会努力去修行 因为他不是很清楚 好像有道理 但又好像没有那么迫切需要 所以我们有些人也这样 听到火法好像很好 但是也是没有的 但是有就做没有就算了 有就修 有就够修 那如果没有也很不爽 就像这样 那可是是中文的人 这种人最多 还有更多的是什么 下次 这个道德经说 下次文道道什么样 大孝之 我觉得你们都迷信 那那些迷信 那些迷信 那些迷信 不要太迷信了 要找回音谋 那些迷信 我刚开始学会 也是都被人家这样讲 刚开始学会我吃醋 人家说 那是我找回音谋 那些迷信 那些迷信的 那些迷信 那如何的报音果 那些都吃 那四爽不知道 爽看他 所以那些迷信 那些迷信 那些迷信 就跟我讲这个 那些迷信 就是在记得 下世文道 怎样 大孝之 上世文道 勤而行之 中世文道 若存若亡 若存若無 就是 就是 好像有点道理 但他不是怎麼相信 所以因為這樣 所以他不會努力去休息 在歇下 道童經展這個也蠻有意思的 講到這個三世 上世 中世 下世 上世聞到 其不能行之 聽到這個道 文法一樣的意思 情而行之 中世文道 若淳若 若淳若不開 若淳若不開 有個人學過去的佛法園頭 若淳若淳若 若淳若不開 若淳若不開 下世聞到 大笑聲 意思就是不以為來 就是因為這樣 禪賢的道法的可憐 佛法也是這樣 上世文法 請留行之 中世文法 若淳若明 若王 下世文法 大笑聲 三等人 當然這裡是從佛法裡面 再從佛法裡面來分三等 上是 中是 下是 如果把整個世間分三等 大概就是報家的上是 中是 下是 所以這個不等於佛法的上是 中是 下是 佛法的上是 中是 下是 他已經聞法 已經聞到 情而行之裡面 又分上是 中是 下是 上是 中是 下是 只是他那個道 他這個是解脫道 中是是解脫道 行的是解脫道 下是行的是什麼 人天道 上是行的是什麼 菩薩道 他說 他已經情而行之了 但是又從這個上是聞到情而行之裡面 上是是行菩薩道 中是是行解脫道 下是是行人天道 是是這樣子的 好 我們再往皮下看看 依上面的道理 所以從適應眾生來說 佛法是隨機方便 機就是根機了 因為有些人 有些人只想過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你就叫他真正幸福快樂要怎麼做 印度 印度告訴你 你要怎麼幸福 人家怎麼幸福 當時 現在很多人也是這樣 神如果保佑你 你就幸福 神不保佑你 你就很難幸福 所以要祈求神不保佑你 我們也是這樣 台灣的也是這種觀念 所以都要付奉神明 要神明遭盡 祈求平安 和氣平安 講這個 那當然神明也是有點有力量 它是有力量的 它是有力量的 但是決定權不在神明 決定權自己的業 所以當時印度人要祈求幸福 希望獲得幸福 都是什麼 祈求祂的神 念咒 或是犧牲祭祀 祭祀萬人們 透過種種的法會來求著幸福 來消災你們 佛陀跟他講 真正要求幸福是要怎麼樣 布施要慈見 你如果天天唸神明的經 喊神明的名字 祭拜神明 但是你沒有善願 你也不會幸福 你就算你沒有去祭拜神明 沒有唸神明的名字 但是你修五戒史上一樣會有幸福 那你祭拜神明最大的就是神明告訴你 你要修五戒史上 那就是最大的 那如果沒有 你為了求得幸福 殺生 殺牛 殺羊去祭拜神明 希望獲得幸福 那個就是不但不能獲得幸福 還會遭受災壓 那就是得不償失 所以道理不知道 很可憐 一直做 所以佛陀就是要釐清這些觀念 真正的幸福是從哪裡 你要做對 你不可以煉殺取油 要煮殺 煮殺要取油 煉殺要用 就是你煮殺要煉油 那不可能 你要 你一頓的殺 一頓的殺都煉不出一顆花生的油 你要幹嘛 所以你不斷的去殺生祭祀 不斷的去祈禱 然後希望能夠獲得幸福 還不如你去布施 你去幫助窮人 你去救護生命 所以印度之前有拍一部電影來諷刺這種 一大堆有錢人買一罐一罐的牛奶 一桶一桶的牛奶 然後既是絲婆省 因為有一次聽說絲婆省喝了牛奶 大家都瘋狂 有錢人買一桶一桶的牛奶 去灌在絲婆省的嘴裡面 那個絲婆省的嘴裡面那邊有一條管子 然後那管子流到水溝裡面 然後就這樣流走 一大桶一大桶的牛奶就流走 很多的窮人 那個廟前面 那個廟前面有一大群的窮人 沒有飯吃 不要說喝牛奶 連飯都沒得吃 你把這一些給那些窮人吃 你一碗牛奶給窮人吃 好過你滿十桶的 十桶的這一個牛奶 供養絲婆省 結果都流到水溝裡面去 所以你的善業 你那時候要讓我供養絲婆省 有功德 所以我有錢我買十桶 供養絲婆省 有沒有善業 沒有什麼善業 你這十桶牛奶供養絲婆省 是因為你的種性 是因為你的行為 印度人講婆羅門是尊貴的 手頭樓是背景的 真正的尊貴不來自於種性 不來自於血統 來自你的行為 真正的福報 不是來自於祈禱 持咒 祭祀 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你的十善 五屆十善 你的行為 你的對眾生 你意義眾生 來自於這個 所以很多人不曉得 那麼他所做的 其實跟他所要求的 有時候恰好相反 你為了得長壽 你殺生去祭祀這個神 結果你反而短命 為什麼 殺生就短命 就好像現在也為了健康 可是吃那些健康食品 因為健康食品是用不健康的東西做的 所以他吃了反而不健康 為了減肥 吃那些東西 結果減肥是為了健康 後來反而減肥減輕病癌 所以這個都是什麼 編導 他不懂的原理 不懂的原理 然後就是他只知道 人家說好人家這樣做 結果不懂得道理 我們世界人就是基本的道 基本就是要求現世的幸福 跟來生的幸福 就是人天道 幸福美滿之道 可是所做的行為 往往是讓自己痛苦的 不能幸福美滿的 佛陀 佛陀首先要講的就是這個道 所以四種證件有善有惡 先分別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殺生是惡 戶生救生是善 偷盜是惡 布施是善 你先把這些弄清楚 你才知道要怎麼做 那證件第一個就是 要分別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然後要了解所有的善都有善意 要謹慎行事 要去惡行善 這樣才能夠幸福美滿 一定要這樣 如果你不懂得這個道理 你都是做一些無意義的事 天天去磕頭 然後天天去求神 天天參加法會 可是你根本就沒有做到些什麼 可以讓你增長不報的事 就好像你肚子餓 肚子餓 你去祈求神 讓你肚子不餓 沒有道理 你口渴 你念經 希望念一個不口口經 讓他可以不口渴 你繼續喝水就好了 你幹嘛 你去做喝水的動作 你就可以不口渴 你去吃飯 你就可以不肚子餓 你去做這些事 你才能解決你的問題 你要有力量 你去祈求一個大力神讓你有力量 你倒不如常常去訓練你 增加營養 然後訓練你的手讓你有力量 就是這樣 佛陀說法都很實在 告訴你你要得到什麼 你必須要具備什麼 你要沒有什麼痛苦 你必須不可以有什麼樣的行為 這個是佛法裡面最基礎的 最基礎的 叫做觀正法 這個就是人天法 好 所以這個叫做隨機 你是這一種祈求幸福的 他就告訴你 真正的幸福之道是什麼 如果你是要解脫的 沙門要解脫 婆羅門要求生天 一般的人要求生天 婆羅門要求 沙門要求解脫 當時的解脫法 當時的解脫法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什麼 苦行 一種是什麼 瑜伽就禪電 苦行跟瑜伽 苦行外道 瑜伽外道 苦行跟瑜伽 瑜伽是重劍 苦行外道的理論是小 消業 受苦就是 我們之所以會受苦 是因為我們有業 那我們受苦的時候 我們業就消 所以 我們要在現身 不斷讓自己受苦 就不斷讓自己消業 然後一直受苦 受到因苦而死 那麼業就進了 就解脫了 就這個道理 苦是因為惡業來沒有錯 但是他並不是根本 業消了 造業的還沒有消 就是煩惱 我們沒有消 他一樣會在生死 所以他認為 他認為他重點就是消業 就是一般人說的吃苦撩苦 吃苦就撩苦 所以他就不斷的製造苦吃 不斷的讓自己受苦 折磨自己 各種方式 就是釋迦牟尼佛也學過 一麻一麻 讓自己餓 讓自己受苦 那你受多少苦 就消多少怨 是這樣的觀念 這個觀念正確嗎 不完全正確 不完全正確 吃苦不一定療苦 吃苦不一定療苦 他是這樣的觀念 所以當時有一大批人 都在修解脫道苦學 另外一批的人是重禪電 他認為這個重定 他認為人的生死痛苦 是因為業 那業是怎麼來的 有煩惱 業報理論當時就有 那業人怎麼會造業的呢 造業的根源在哪裡 在心 心起煩惱 這樣 這樣的理論也沒有錯 心起煩惱就造業 造業就受果報 就受果報 然後就受苦 那重點 我只要讓這個心不動 心不動不起煩惱 他不造業 心不動他就怎麼樣 他就解脫了 所以定就都不動業 定是不動業 我們有善業有惡業有不動業 所以他就練這個心 讓這個心不動 所以有很多人得四無色 得四禪就認為得四國 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那得四無色定就認為得四種戀愛 當時是這樣子 這個佛陀的兩個老師 喀婆羅摩洛子 阿羅摩家 一個得無所有出境 一個得非常都非常利益 他們也覺得他們已經解脫了 因為心不動 心都不動 那不動業就不動 業不動生死就沒有 所以當時這兩個是解脫法 可是佛陀都修過了 佛陀先修這個 先修這個 大概不到一年 他就已經得無所有出境 已經非常非常 最高的都修過了 當時最有名的 成就最高的 就是阿羅摩家蘭跟踏婆羅摩洛子 佛陀都是親近 學過的 發現這樣並沒有解脫 後來就修這種 修了六年 他就發現這樣修下去 死了也不會解脫 但是他們的語言就是 死了就解脫了 佛陀發現今天死了不能解脫 所以又放棄 沒有更高的 當時就只有這兩種 所以佛陀就自己找方法 他去普利宿下 自己要去想怎麼解脫 然後在普利宿下 發現原型 見了原型 他才知道 原來解脫是要這樣 所以後來我們 修行就是依這樣 來 見 定 然後佛陀的什麼 這是他過去累積的 第一層 第二層 然後再加上慧 就界定關於三無肉前 慧就是 慧就是 佛陀在普利宿下自己覺悟 見原型 就一套方法 武利宿下 所以後來我們的修學方法就以這個 界定 這個是基礎 但是單單這樣不能解脫 重點是這個會 就界定會 原來是這麼來的 那也這個界 這個偶法是這麼來的 界就是 是依苦血外道的界去掉那個沒意義的 界裡面有很多是無意無利的 沒有意義的 這個不要 比如說一輩子不洗澡 不吃飯 一麻一麥 一輩子舉一隻手 頭埋在沙裡面 這些沒意義的 那有意義的 有意義的 比如說頭頭血 頭頭血 這個 這個 一坐時 什麼這些 讓身心 可以抖手振奮精神的 提升自己的那一種意志力 這個可以 那這一部分 這個有苦血裡面有很多頭頭血 這一部分 取過來用 那他們基礎上的 比如說 這個其他就很重視不殺身了 那 這個不殺身重視到什麼樣呢 重視到出門要戴口罩 因為你不小心 那個寵物會進來吸氣去除就死掉了 霧殺都要避免 走路要拿掃帚 不小心踏死從羊 那這個就是 他們很重戒 這個重戒 這個精神吸收過來 有意有利的 拿來用 無意無利的 沒有意義的 這些就不要去掉了 定 定裡面 四長八定 所以我們的 因為我當時修最高的就是飛翔飛翔 就四長八定 所以就依這個四長八定 但是到了飛翔飛翔 很難得解脫 飛翔飛翔不能得解脫 所以七一定 以四長為主 然後無所有 不能 你可以修道飛翔飛翔 但不能停留在那個境界 到那個境界 反而是障礙 所以到了大聖 大聖就以慧為主 大聖以慧為主 然後定 以四長為主 甚至會到地徑就可以了 但是就是 就是定也重視 就借定位 但是他各有取捨 各有就是把有道理的好的拿來用 那你有意義的沒道理的就捨去 像印度佛羅門教 祭祀萬能 慈奏升天 這個都不用 有一些好的對的 世間的宗教都有一些對有一些不對 佛陀檢則過之後告訴我們 我們哪些是要做的 哪一些是不要的 那借定位也是這樣 那就是根基 對佛羅門就講這個仁天道 因為他們是要升天 那對當時很多沙門 當時有很多古形沙門 瑜伽沙門非常多 那各式各樣的理論 六四外道 六四外道是偏重思想的 這個是偏重修學的 他就告訴他們 就是不同的根基 他就不同的說法 那這個是什麼 所謂叫隨機方便 佛法是這樣來的 佛法是這樣來的 就是我們現在學習的佛法 那麼有五稱 人 天 升文 元解 菩薩稱的不同 或者著重初世法 初世間的 佛說有三稱 升文 元解 菩薩稱的別意 第一 根基不同 法門當然也不同 然 從如來出世本何來講 就是如來出現在這個世間 是為了什麼 阿韓清說 如來出現這個世間 就是因為世間有老病死 如來要將 佛出現在這個世間 是要叫眾生怎麼出生死 那如果是大稱的說法 就不是這麼說了 佛法天 如來為什麼出現在這個世間 要叫大家都怎麼成佛 是這樣的 所以一切法門無非成佛之道 從這個法華經 從大稱的立場來講 是這樣 如果阿韓清講就不是這樣 阿韓清講是講 如來為什麼出現在這個世間 因為世間有老病死 如來佛要教大家怎麼出發病死 出生死 法華經 佛於一大一臉出現一世 開世附入眾生 佛之之間 就是叫大家怎麼成佛 好 那這個依大稱的來 依大稱來說 當然就是依法華經的說法來講 歸中就極 歸中就歸 歸到根本 講到究竟來講 唯有一臉 諾大稱 這也是法華經的說法 這不是說一切眾生都要成佛 歸根結底有一臉法就得了 就是要分開講 最重要的是要讓大家成佛 但不是說只要有法華經 就一臉法就好 不是這樣 大稱不是講大家不可以成果的 不是這樣 我們說過大稱有分三種 一種是像這個 大稱雖然強調發補不新成佛 但不是說大家都可以成佛 這個要分開講 我們說分三種 一種是大稱一定都是發補不新的 都教你發補不新的 但是有一種是像我們剛才講波勒經 它並不是講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 你發補提心 行菩薩道 你就可以成佛 你不發補提心 不行菩薩道 你可能就不能成佛 你證了阿羅漢 你就永遠不能成佛 這是一種 第二種像為世的 聖判界的 也像這種為世的 那麼他講的是能不能成佛 要看你有沒有成佛的種性 他強調五種種性 有一種種生 他沒有大聖種性 他是不可能 沒有佛種性 他是不可能成佛的 他只有二聖種性 他最多只能證阿羅漢 還有那一種沒有無肉種性的 連阿羅漢都證不來 最多最多只能證添 這五種種性 除非你有 除非有兩種 只有兩種可以成佛 一種是有大聖種性的 一種是什麼 不定種性 你不一定 你有可能 你有可能 這個 你如果修小聖法 你如果修解脫法 你就證阿羅漢 你如果修大聖法 你就成佛 這種人 不定 這種人有機會成佛 那你如果是大聖種性的 你就可以成佛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成佛 你沒有大聖種性 你就是發了補提心 牽佛來跟你加持 你也不會成佛 為世所有 所以為世跟天台構的很厲害 因為為世講三聖是舊禁 三聖說是舊禁 眾生有分三類 不是每個人可以成佛 一乘說 一乘是方便說 為那個不定種性的人說的 你跟他講 你跟那個不定種性的人講 一切眾生都能成佛 他講我有成佛 他不發大補提心 為這種人才說一乘 可是法華軍不是這麼講 法華軍是說 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 講三乘是方便說 你的心沒那麼大 先跟他講到這裡就好 先講三百里 後來跟他講這還沒再走 原本來他還會再走 是這樣子的 但是一切眾生都能成佛 所以大概一樣是大乘 有三種不同的說法 那還有一種就是如來賬的 本來就是佛的 但是當然就是一切眾生都能成佛的 就是為了法華軍這裡面的 好 我們時間到先下課 謝謝